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吧 用你的七号刀修一下我的四号机验 OK 来 贴边 沉底 小劲往里边炫 哎 破了吧 这还什么虎车呢 你怎么的 按摇吧 死劲啊 这使点劲 你这劲花钱呢 你这是 是啊 那我听得多便宜牛顿呢 师傅 你是培训我来了 还教训我来了 这来来回回 这都多少趟了 我都给你按三个点了 我这手上的斗都抹没了 你静着呢 巴西啊 这不还俩脖子呢嘛 你可别默着了 跟谁俩说话呢 没大没大 师傅今天之所以穿上客服 装上客人 以这种形式出现 就让你沉浸式地体验一下 好让你早日成为一名优秀的足疗健康师 不过该咋是啥的 徒弟 辛苦了 没事 师傅 我下单了 你不是说啥 你这师傅的钱你也挣啊 你退回来 超时了 退不了 你这你干什么样的事 你躺着 干啥呀 我给你按回来 哪有你这样的 真是 你天天的 就按吧 师傅 我今天心情好 无所谓 你妈这么气眼的这话说的 怎的了 我恋爱了 到哪儿程度了 可以说成功一半了 差哪一半呢 我同意了 差他同意 你这哪是恋爱啊 你这不就是暗恋吗你啊 暗恋多好啊 暗恋是恋爱里最省钱的一种方式 两年了 我一分钱都没花 这什么玩意儿你这是 不是 把你这个抠劲说得这么大方的你啊 你现在别想别的啊 你看着没 这师傅的专用的按摩箱 按脚用的 这是我的家伙事 迟早有一天我把你这个小西洋 还有我的钥子看 全传给你 这就是你的传家宝 你有了我的传家宝 你什么姑娘你找不着啊 拉倒吧 就咱这工作 我都不好意思跟人家说 我站起来 那烦你说这话还不知道咱这工作咱这 咱这工作咋的 咱这工作咋的啊 你师傅我刚找个对象 那家里老同意了 师傅 你跟他说你啥工作了 没有啊 你没说你让我站起来干啥啊 做一杯超啥啊 我不跟你嫂子说的吗 你嫂嘴快 肯定跟家里都说明白的了 我跟你说这话啥意思 就你记住 咱是啥啊 咱是给人送奔暖 送健康送幸福 咱是光荣的足疗健康食 咱们得站起来明白了吗 我明白了 我现在就给他散了 他根本就配不上我 你回你啊 这台子真是 师傅是让你有肝 不是让你有病 咋想的 你还把人给散了 哪有你这么干的你啊 你现在开始啊 你什么都别想 你就一起想你的业务 知不知道 那女人的事往后旁边放吧 女人只会影响我们拔倒的速度 来 师傅把你之前那个小鸡眼那个鱼 你也给你熟着一下吧 都来了 过年好 过年好 爸呀 快走两步 小转阳二 过年好 你说那例子就这吧 对 就这 档次很一般啊 你赶紧进去吧 你别着急啊 我嘱咐你两句 一会进去啊 你别肯拿乱跑 让人看笑话 一般呢 就是到了这种环境 他也就到了我的天下了 我今天让你知道知道 什么叫养生 我就让你健健康康的活 一直活 活的你都不好意思活了 书孩子 怎么说你爸呢 你就说那个我干点啥吧 你啥也不用干 你跟我来的你干啥呀 把账结了就行 让你爸我结账 那我哪是养生啊 我养了个牲口 开玩笑闹着玩 你看 不禁斗呢 你说你找我来这儿 我能没准备吗 我这都夹包来的 咱俩啥关系啊 父子关系啊 这钱我能让你拿吗 那必须咱俩AA呀 好AA我同意 啊 来 这个是五折卷啊 剩下的你父 你说你这还 什么时候他能长大啊 要工作没工作啊 要对象没对象 哎 你就看你姐吧 人家虽然工作不咋样 但人找了个好对象 你说姓贾那小子 对 哎呦我的妈 我最烦就是他 你 一下吧刘海啊 嘴角两边挂两条大病饺子 迷远一看呢 就好像那沙皮啊 叼了一把脱布着呢 请咱去吃个饭 那饭店也不咋地 还送点礼 送你两瓶酒 送我姐一个包 我跟她瞅她半天 我心思她能送我啥呢 她送我回家了 别瞎说啊 人家不是送你这个 打五折的卷吗 多亏送了 要不送的话 你今天得全款 你说你这孩子 你懂的东西 咱们不懂事呢 你捣什么蛋呀你 你看你看 我不懂事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她行 她干啥的呀她呀 你姐说了 她呢 哎 是个大夫 医生 Docketer 大韩式姑娘 什么是 什么是什么Docketer呀 这就是Dock 得劲吗 得劲 你看看 师傅 但我现在啊 腰有点不得劲 我可不是为了占便宜啊 你能不能再教教我拔罐 就不下单那种 生姜 可以吗 我取罐去 这什么徒弟 师傅 帮我 前台呀 给我徒弟下十个罐 你说你这孩子啊 你别这样成天吊儿郎当了吧 你跟人家小假好好学学 人家是医院大主任 人家每天多忙啊 哪像你也每天就知道享受 我告诉你啊 人家不可能有时间到这儿来 要不然不会把这个打五折的院 送给咱们 行了吧 你少说两句得了 哎 哎 爸 这不是他吗 是吗 咋不是呢 那咱们嘴上掉在脱布吗 干啥的 欢迎光临 南北 呀 弟弟 叔叔 那来了呢 你怎么在这呢 你咋来的 你怎么在这 你咋来的 我问你怎么在这呢 我问你怎么在这呢 你咋来了呢 爸要来啊 你跟他对 你怎么在这 你咋来了呢 哎呀呀呀 问点别的行不行 哦 那个医院不忙啊 啊 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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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忙吧 哦 我过年哪不忙啊 那不和这医院呢 你是 台球市 游戏厅 网吧 踩边站 下游战 你这不都得忙吗 等会儿 台球厅 游戏厅 网吧 你怎么这么贪玩呢 我 那个什么 哎 你你今天休息啊 我这会儿休息啊 啊 就休息这一会儿 就跑这来了 这地方 这么有沟通吗 什么话啊 你不在 你今天没开刀啊 开刀 开一个 整挺好 整挺立正 哦 所以说你到这儿来 放松一下是吧 哎 你开刀的时候是不是吸睛挺紧张的 也挺 挺担心的是不是 哎呦 哎呀 叔叔 你看你是不了解我呀 我待干不干二十多年了 就这晚上闭眼睛我就拿了 还得那可不行 你开刀哪能闭眼睛 那不负责任 那一闭眼睛 你咔的多不安全呀 哎呦 下次咱俩喝酒没喝透是吧 你对我不大了解吧 好 今天你来着了 真的 你今天坐着 我给你好好展示展示 好 让你看我到底啥能的 弟弟 我给你整一下吧 哎 你打扁着 别过来 哎 干嘛你啊 人家也没啥毛病 干嘛给我打开 谁要给 谁给你打开 谁给你打开 这些 哎 哎 哎 你先别说话啊 我爸跟我小弟是不是去了 啊 刚进来啊 你背着点 哎 你说你干啥的了吗 那还用说吗 都都进来看到看到了 完了 等你了 我怕他们不同意 我没说你做足疗的 那你说我干啥的啊 医生 嗯 大夫 医生 这啥话啊 哎 我说一进入 我就什么医院的 又是开刀啥的 你就实话实说 你杀着个谎干啥 我这不骗人吗 哎 跟我爸直说行 就我那没正型 弟弟知道了 非得给咱俩整合了 哎 你说漏没有 漏应该不算漏 你要说漏的话 那也只能是小河 才漏个尖尖鸟啊 不是 那接下来那啥整 咋就这么下去啊 慢慢来呗 哎 一点点让他们接受 哎 你穿工作服吗 你巧了 我今儿没穿工作服 我穿那客服 那我客服客服吧 啊 患者 你要别停啊 那是外服 你别往里验啊 好嘞 袋子 这没个眼镜啊 那丑啥 刮号了吗 我俩来捏个小鸭子 挂什么号呢 不好意思 职业病犯了 我不大夫嘛 你这不是职业病啊 你是手脚不老实 怎样 你没啥事 你拿把手术刀 可能跑啥呀 这不干一行 爱一行嘛 我爱倒我不大夫嘛 别人吃饭顺头俩打火机 我做完手术 必顺顺头俩手术刀 抬上一分钟 抬下时间工嘛 什么抬 手术台还能是聊台呀 以后有事找我啊 我现在就有事 你这以后来得太快了你 那个 甲呀 我有一个朋友 你应该叫他王姨 等会儿 是不是那老王太太 我告诉你爸啊 咱可不能这么干呢 不行啊 那老太太比你大一轮呢 我不同意 什么 车哪去了呀 你王姨病了想挂个号 甲呀 能不能在你们医院帮着挂个号啊 方便吗 在我们医院 啊啊 在我们 我们 我还有 我医院 我 方便呢 那还不方便呢 那就挂你们科 挂你的科 那我方便问一下 我是什么科的吧 你还不知道你哪个科呀 你问我呀 不是 你这人怎么这么能晒脸呢 都我爸干嘛呀 这么大岁数了 啊 你厉害行了吧 你是医生 你是主任 是 嘚瑟 我还主任呢 我呀 哎 怎么着 还要把你全称说出来啊 嗯 得意双心 白衣天使 有吗呀 亚太地区 啊 为健康组织小组成员 哎呀 金属入刀获得者 联系三年蝉联 我爱妻 最爱民心的赤脚医生 假病 对吧 对吧 这都理解说的 这啥玩天生有病 从亚太直接干到无埃及人 你这个啊 不是 这些假呀 我一提醒你这么称呼啊 就赶紧浑身上下 再闪闪发光啊 我赶紧浑身上下 被人发光啊 哎 哎 你看能不能帮忙 就把你王一挂号的事给办了 挂号行 我得问一下 他是挂外科还是理科 啊 他逼着有点毛病啊 不太好使 那是文科啊 啊 文科我不会啊 我是理科大夫 那你还得学啊 你可不能偏科啊 孩子 哎呦 你俩能不能别给他唠科了 啊 没完啦 咱干啥来了 爸呀 养生啊 享受来了 好好好好好 点周 好 坐坐坐 你来那个劲大的啊 劲小的啊 我来岁数小的 你傻呀 你没问你 岁数大小 人问你劲大劲小 对呀 我就要岁数小的啊 岁数小的 他的劲就小 我脚不肯按有毛病吗 就要岁数小的啊 大一天都不好 六号包包包 三分钟 来一趟 哎 来了来了 过来得等会儿拔了 我得上钟了 你好 谁点的岁数小的 我 你好 娘 啊 就岁数小是吧 不用你按啊 我不同意 别别别 我看着孩子挺好的 丑着便宜 不同意还说我便宜 你得给我做错啊 师傅 哎 等一下 爸 听见没 他叫他师傅 对呀 解释 你的客户不同意 客户不同意 也得是我们管你叫师傅啊 你是师傅 你是年纪小 会修久 搞个对象 没成了地 小师傅 我投诉他来 你投什么数 你稳当的见了不说话 这么回事 你怎么能这么干呢 假医生 那往漏了说呀 漏啥呀 你不信假吗 那还能叫你真医生啊 哦 他真医生 那来吧 来来来 那真的啊 你给我说说啊啊 好好啊 你别着急 我看你想要的玩我能碰到不 我要说说想的啊 明白明白知道知道了 来按吧 按了 按了 那我按了 按吗 我这按了 按摩你啥呀 哎 什么玩意啊 干哈 干哈 你可这排雷的你啊 不是哎 李总啊 什么玩意进去了 不是 这这这这啥呀这是啊 钥匙 为什么他的箱子拿你的钥匙给打开了 解释 为什么你的箱子拿我的钥匙打开了 解释 不是 这个是 这是你 我是VIP 谁是VIP 这是我的专属工具 哪啊 你点头啊 啊 这么回事啊 哎呀假呀 这还让你训练得真听话啊 不是 我这消费了吗我这个 哎 哥李啊 你也是真好票 来 赶紧按吧 按了 西奥提示很高兴为您服务 你热服务了吗 你就高兴给人服务啊 对 然后呢热服务 热完服务按学位吗 这孩子咋一样 按学位 这儿把我记得好像是 那是小孩拉肚子吧 那啊 上岁着往往枪子上啊 这儿啊 往上走 对 刘三全往里点 点 为什么我全忘了 要不你点吧 人家点的你 哎 等会儿啊 我怎么感觉你脚丫子 比他白了明白呢 什么话 你真是他师父对不对 什么话 我这就老来老来 这这酒病成衣嘛 这点磨儿都分不开呀 哎呀 哎呀 好假呀 你这一词点 你他这个手法呀 你这这这 好啊 哎呦 都冒汗了 那是热了吧 我赶紧把空调关了吧 这家伙说动作 那是空调的事嘛 啊 姓贾呢 快 他说啥呀 你干啥的 我上一遍去 哎他姓贾 你哪儿来了呢 哎呀 你能不能换个打招呼的方式 那来这儿了呢 再换一个再换一个 你说点别的 你说点别的行吗 你俩落完了没有 落完了 可怕你给找着了 行假的啊 坐这儿了 正好这边人多啊 都看看 给我记住这张脸 哎 爸呀 看见没 出事了 这肯定是给您看病看坏了 这不拿家伙事过来揍他来了吗 你是不是闭眼睛给您拿的呀 什么话 别吵 都没讲话 小伙子你叔叔到底怎么回事 叔啊 我妈其实了 腿脚不利索 哎呀 所有招都想了就是不灵 后来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 送他那儿去了 惊他那儿 我妈现在腿脚老利索了 跑得老快了 是妈 我妈呢 妈呀 你跑晚上了 给我 这么点啊 景奇 给你 我得找我妈去 我妈今天还没喝灰山仙博士呢 叔 要想不学钙 一天一杯灰山奶 再见 我妈呢 是买奶时了 妈呀 来我看看你景奇写的啥 不用看 我看 我看一眼 来给我给我我看一眼 那个你看吧 来打看看打看 打什么打一眼 这里面肯定有毛利 这好吧 来我看看这儿这儿 我看一眼行不 好 医生 看看 什么医生 这么写的 啊 捏脚医生 哎 绝绝 不是他这 来 不是我姑娘 我这坐锦奇是按笔划收费的 他可能为神俩钱呗 他写这个 哎呀你 你说话能不能不带口音呢 念在这里面念一声 哦一声 这是四声 什么四声 跟那个爱 小兵啊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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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来来来来来来 灌注姑娘你这是啊 那我手抬喊你半天了 你半天不抬手回一句啊啊 怎么了 院长 你骂谁冤重呢 我说院长 啥时候说你冤重呢 你这啥耳朵你啊 那门口五六个人点你中 都等你呢 你一动不动你是金中赵啊你啊 不是你别着急 你别急呢 等会儿我就叫号来 你跟谁俩就号来啊 我告诉你啊嘉宾 好了 你不要以为 你技术好 人品好 行了 手法好 你就是这儿的小宝宝 你可以在这儿到处乱跑 别说话 干什么嘛 我一手就说 快快快 我告诉你啊 都等你呢 三人的 这还跟我俩撒交呢 总院长 儿子和大夫 哪有意识呢 呵呵 呵呵 真的我俩当儿童了是吧 你就是这捏脚的对不对 啊 爸呀 我就说不同意不同意 这回你看明白了吧 啊 这是什么人呢 走 走回家 咱不上去 你咱不能听我解释 谁其实也不好意思 今天这个事大了 我告诉你嘉宾 今天没有十张打读的卷 这事跟你没完 那还好吧 什么话 他说什么话这是 让我说就跟他说实话得了 你别跟添乱多多到现在了 什么实话 说实话怎么了 不丢人哪 你说你作为一个医生来讲 为什么要学捏脚 还亲自在家里连夜画了几张经络图 放在我们店里 那我们刚才那个老板赏识你 封你为技术顾问 我崇拜你 叫你一声师傅 不就这么个事吗 这实话早就该说了你啊 你就是太谦虚了 是 你去卡塔尔世界杯那个事 跟他们说吗 把捏咬那事还没来及说 这不刚回来吗 去卡塔尔捏了回脚 没吸听过吧 第一场比赛他为什么输了 脚崴了不得劲所以输了 是 马上给我师傅打电话 我师傅连夜坐火车过去的 干几点 说句不需要的话 做点软物 老喧呼了 到那以后 这么跟你说吧 连水都没来及喝 就给梅西做了个足底 这个就好比是梅西的脚 我师傅上去巴巴两下 给脚接上来 好了 当时梅西很激动 激动的我记得 说了就阿根廷话吧 他咋说的 他说铁了 害得是你啊 别人谁也不好死 你看 该说就是你有点过了 过了 对 过了 连过五人 帮帮六脚进七个球 六脚怎么能进七个球呢 其中一脚进两个串踢嘛 哎呦我的妈 完美西交给我十五零的 不好使啊 你赶紧给我找回家 一般的一堆事呢 焦头烂额呢 留你这儿硬做过也回去 后来无做那么干回来的 不对啊 猴尖猴尖的我居然被当猴耍了 据我了解 沈阳到卡塔尔 他根本就没有握破 怎么我还 你拉倒吧 我还以为你了解啥呢 他根本就没有火车 你也拉倒吧 假呀 能说两句实话吧 叔不想听你满嘴跑火车了 我早就想说实话了 我这憋得难受我 这不被你俩架这儿来了吗 我根本用不了两句 我就说一句 我确实是这儿的 足疗健康师 说实话不就对了吗 那我也不同意 我同意 大爷干嘛呀你啊 我跟你讲 熊孩子你知道吗 我早就知道你姐夫是干这个的 就是因为你在中间 横拦的树挡着的 我今天专门带你来 就让你看看你姐夫 到底是个啥样的人 让你跟他好好学学 我跟他学啥呀 我跟他学 学骗人哪 学表演呗 学表演呗 你姐导演这出戏 我在这儿孤单的救护你 啊 是我姐让的 弟弟啊 来 请 你这两步道走的你这 弟啊 我骗你这事呢 确实是我的不对 但你让我跟你说两句 掏心窝子的话行不行啊 这父母啊 给了我们一双手 你家我叔啊 用他这双手呢 成为了一个面点厨师 我呢用我这双手 成为了一个足疗健康师 咱俩差不多了 只不过我是捏脚的 他是捏脚子的 我叔呢用他这双手呢 养育了你和你姐 我也希望我用这双手 能够给你姐带来幸福 好 职业不分高低贵贱 只要对得起良心 只要踏踏实实地做 就一定会获得别人对你的尊重 所以说未来的小舅子 你能不能尊重你家未来的姐夫 说得太好了太好了啊 臭小子啊 能不能给你爸爸啊 一点面子 别抖蛋了 同意吧 行了吧 你干这行一个月能挣多钱 叶马年薪呢 他一年不少挣啊 钱不钱的倒不所谓 就是我想问一下 这个地方还缺人不 你还生不出土地啥的 那你不差倍了吗 师叔啊 快说话呀 师弟你先等会儿 我得给我阿联对象打个电话 喂莉莉 其实我不是钢琴家 我是徒聊健康师 不会是我徒的 比我还能扯呢 钢琴家干上来了 这啥话 真的呀 弟弟啊 叔啊过年了别白来 我今天呢跟我徒弟联手 给你俩上一桌 小桌 好